遵享会员的家常版 契克团报告新闻事件 即将发布第二赛 新年号的日文 有人来了不 哦有 我们第一组 不会是第一组啊 对 我们第一组 不是第一组 这我们要怎么做 队长坐前面后面两个队员 好 好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节目啊 早知道我发漂亮一点 黑色你还不漂亮 哇 这腿 又细又长 哇 这腿 哎呀 你好性感啊 你今天都性感成这个样子了 还要怎样 你是来踢馆的吗 老师来了 各位姐姐好 欢迎你们进入第二赛段 怎么样 紧张吗 紧 还行吗 还不撤 还活着 那我就全部 接下来的任务了 好 好 制作团呢 将会在明天十二点半 进行三人团的公演 去训练考核 啊 啊 又有这一出啊 本次考核内容呢 分为声乐舞蹈两个部分 什么 本次考核将采用两两对决方式进行 表演结束后 制作团将统一宣布美主的结果 结果会产生一个安全团 和一个危险团 已经开始安全团了 又来了 安全团呢 将拥有优先选择公演出船 顺序的权利 下面我公布一下八个训练团的考核对手 同住一个宿舍的两支三人团 自动成为本次的考核对手 哇 完了 怎么办 看懂了吗 饥饿游戏 先让我们成为朋友 然后让我们撕撒 饥饿游戏 因为他们三位很能唱 歌声是很占优势的 其实我内心有一点点的担心 我们是谁 来 我们是孟佳 还有 我们跟Flo 他们的歌也很好 舞蹈也是特别有能力的那种 我们的舞台反而是反的 我就特别担心 我们也太衰了吧 考核对手 孟佳我们也太惨了 第一名 对 第一名 考核对手 第八对第一 完蛋了 这怎么比 我们就F班跟A班这样有意思吗 我们就很惨 我们是对手 什么 就是内抗吗 太坏了 我们都不是一个曲风 没关系 还有 不是一个曲风 还有 我觉得压力很大 懒音是solo最高分 然后黄霖的嗓子不用讲了 那个太游刃有余了 然后吴欣我觉得她是非常有观众缘 我们也是两种风格的歌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的表现 更加好一点 可以更有机会选择出场顺序 对吧 人总是想要赢的 对吧 肯定不想输的 考核将依照乘风破浪的编号顺序 依次进行 两团的考核顺序 由两团之间自行商议决定 今天晚上别睡了 别睡 请姐姐们准备回到各自的训练室 进行公演曲的训练 你就不要耽误我们时间 我们要回去学跳舞 我们很过去的学习 不要耽误我们时间 时间不够 没有时间了对不起 别做真人秀不重要现在 这个秀不重要 没有什么比我们现在练习的心重要 老师 这是八位姐姐成为Leader后的首个任务 如何带领团队赢得小考 抢得先机 各位Leader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以我多年带团队的经验 一个好的Leader 首先必须要有 解决几首问题的能力 现在我跳了一个 几乎是 真的是最难的一首跳舞的歌 跳断腿可能也学不会 走 往前 真的好 真的好 这么自由 我学不会 真的学不会 记得记不住 真的学不会 记得记不住 就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我脑子里完全没概念 我跳大碗宽片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我在后面一直就是记不住 学不会 但是就是 就是一直练 一直练 怎么做 有啊 好难啊 舞蹈对她来说 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这个动作完了以后是什么 二二三 她都是靠每一遍一遍的去练 去记才能学成的 我必须拼命练 因为就我最笨 我必须拼命练 排名靠前可以选自己想要的位置 排名靠前可以选自己想要的歌曲 所以才这么拼 我们现在马上快到你们吃饭的那个时间了 我不吃 好饱啊 这饭还在这儿 跟着我走 跟 早上 我就完了 你看 跟着我走 我还要心脏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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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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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超你让我助理把我那个 速效救星丸给我一下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确实跳得有点快 我们一会儿再见 我们一会儿再见 坐下吧 本来我这次想 跳一个挺安静的歌的 后来 发现这个安静的胳膊 没有特别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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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乱套了 所以每次都要 争取到前面的排名 所以才能选 要不然的话 没有资格选 我觉得静姐 就是我心目当中 一个很好的领导 她的刻苦 她的认真 其实会感染到我们 我们是一个团队 一个人好是没用度 我们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好 我们才是一个团队 就差一点 就这儿 这有 这要不要再简化一个 我想想 因为现在是改动作吗 好 你们俩不要改 然后我从这里直接往那儿去看行不行 好 对 就直接做这个 这样应该会 对 简单点 你们俩就按照你们对的 我能跟上你们就不错了 一开始选 选到这个歌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我是我的世界都崩塌了 就是我很少 在舞台上展现慢的歌 好 闭上眼不要看 很好 我们来一拜 走 闭上眼不要看 闭上眼不要看 我现在可以去后彩了 好的 然后你们就是 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把和声给弄好就行了 五 五 六 七 走 因为我们能看到疼痛 才能把呼吸不险望 趁着黑暗全面来袭 我很想找到地儿 趁着黑暗 我们这一帮人都在唱和声 那装什么装很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和声 还没有练得很好 因为每个人都会 都会被另外一个人带跑 来 多唱十遍就好了 走 走 走 忍着眼泪穿越过 啥 不会了 一把爱琪 忍着眼泪穿越过悲伤 再来一件 走一把爱琪 你走一把爱琪 再来变走 忍着眼泪穿越过悲伤 再来一把爱琪 忍着眼泪穿越过悲伤 忍着眼泪穿越过悲伤 你慢歌一定会有和声 你让我录歌有和声 我可以接受 就到了现场我真的是 我和声真的找不准 就很难了 可不可爱 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 这个是 有外放功能的这个唱巴小巨蛋麦克风 是不是外观很可爱 这个很有意思的是 它有好多种这个音效 我现在用的是什么 听得出来吗 它还有原声还有怪兽声 还有漫长的音效 我觉得很适合我们 喂 那我们来立一下吧 真的好柔软 来咯 五五六七八 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 才能保护不被泄落 琪哥姐姐之前有跳过现代舞吗 专业的 没有了 以前跳过 没有跳过 十一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那我十一岁练了四年的中国舞 然后我就途中突然 自己喜欢上了Hip Hop这种东西 然后自己花了很多心 把那个份改过来了 就现在现代舞吧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 好 这个所能承受 稍微再起来一点 现在稍微有点太寒了 不要太寒凶 现代舞吧 我就是那种 就总有Hip Hop 那种Up Down在里面 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那对明天的小考 能赢得你 信心和高丽有多少 我没有 好没信心 我一唱半歌 我又没有信心了 没关系 立的可不要轻易向困难妥协 要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高标准 因为这一次我们拿到的曲目 是一首Vocal的曲目 大家都很希望说 把这个作品丰富一点 很巧我跟黄琳姐 我们俩都会乐器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想法 说那我们能不能就直接在舞台上 真正的组成一个乐队的感觉 然后主唱是由无心姐姐担任 是这样的 你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你会弹 你会弹吉他 这都有 可是对于无心来说 我个人觉得稍微有点吃亏 那这样的老师 我们前面的Rap我们就都不要了 都无心姐上 其实我们要的是整体效果 我知道 但是实际上 如果你们上了乐器 大家眼球都会在你们身上 那乐团本来想说可以有主唱吧 主唱不一定要 说实话 咱们平心而论 无心你并不是Vocal担当 对不对 我也完全没有听过你唱过Rap 所以你能不能撑得住 这都是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那师妹现在是觉得 就是如果我跟玲玲姐 两个人玩乐器 这事就不成立 是吗 要玩就三个人一起玩 对 要么就三个人都别玩 对 好难 就是让她选个别的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 不可能 就是会被人好笑 混乱 这个人现在很混乱 她得正经 对 就反而我觉得是 如果说她是弹贝斯 我觉得贝斯 这我现在要怎么办 我现在只能退赛了 想的是超越自己 步子有点扯得有点大 弹贝斯 你多帮忙她 她只要在重音上扫 不可能 你让我现在去弹贝斯 我都没摆盘 还有什么奇才的 你一点都不担心 你们仨一起在上面 玩乐器的那个状况 这个表演是 你一点都不担心这个吗 不担心 不 那我觉得你肯定 对自己特别自信 没有 真的 我觉得黄霖可能 都没有那么的 有底气 无心 就不用说了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 我好像 像一匹黑马唱跳还不错 但其实我就是 凭这一腔热血去努力 我相信我可以达得到 欣欣姐也一定可以达得到 我们一定要动脑筋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 就是应该自己想要什么 就要努力去争取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一次机会 哪怕欣欣姐不管乐器 你们也能够看得到 她在中间是很突出的 如果你们要做女子乐队 那整个歌曲就不要跳舞 就做女子乐队 这十天八天时间 就练好这个女子乐队 一点舞蹈都不要有 但是这又不是女团 现在反正就是 没有乐器 乐器是肯定没有 零可能 对吧 好 我们只能再重新调整一下 能给我们五分钟时间吗 我们再商量一个 要干净的 因为这里已经滑得乱七八糟 我们全都是按有乐器的走的 要把分词分了是吧 那就是A是你 可以 因为这个话 我对你们的 不是 不是 不是你的问题 就是你 没关系 没关系 干什么呢 没事 我们还有更好的想法 对吧 不喜欢 在一个团队中 就是拖着别人的感觉 因为这个感觉特别不好 因为说实话 我也莫名其妙地 来到了Vocal组 我还没有做完准备来Vocal组 然后就来了 就来了之后 然后他们两个又很想 就是展示乐器 可是我又不会 这个乐器 不是说十天都学明白的 我也是无心姐姐突然哭了以后 我才意识到她承受着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承认我的神经比较大条 有的时候 我可能 没有办法 就是照顾到周围姐姐的感受 我其实 我觉得强势不是很准确 他是一个很 就是很执着的人 比如说他认准的事 他就会一直朝那里看 就是外其他的声音不会左右他 就是这样努力 像他每天打吸血的那种人生 好 来 纱带带起来了 同志们来 热身就带 带 带起来 什么 快一点点 快点 快一点点带包 他真是精力旺盛型的 你看他跳舞他也不停 就跟那个上发条的一个人一样 老师您把我抠得死死的 我去跟他们落实每一个动作 真的 就是一点都不能放过 到底哪个角度 对 我就会觉得说我要不要 就是即使坐着的时候 也要看看视频 拿词背一背 然后很怕被他盯住 对 你哪里 没有 咱们这个话筒 一定千万拿住了 抓住了 再扣一扣吧 二十分钟 就会潜移默化的 会影响你吧 不要偷懒 但也挺好的 就是扛两天 还是扛得住的 如果这样待一个月 我真受不了